哈囉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依瑤 因為蠻多人在問的啦 說災惡極王關這個核心系統到底是三小 怎麼看都看不懂 傷害也打不出去到底是怎樣 我這邊統一來回答大家一下 其實它很簡單 大家不要把它想的太複雜 昨天晚上官方有在發出一份更詳細的關卡資訊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直接把這一行字亮出來 有沒有看到第一點 指定核心封閉 所以這邊我們靜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指定核心 左上角這邊點下去 它就會有一個1 2的順序出來了 好 那其實也有觀眾提到啦 說其實我們應該要先瞄準本體 再瞄準核心 這個是為什麼呢 就是預防你在轉直行的時候沒有轉到全體 沒有辦法打到這個本體 那為什麼要打到本體 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二點 各直行消除指定屬性株 並傷害本體型態 那這邊核心露出的條件就已經告訴你了 你除了要轉到這5屬的5直行之外 你還要打到本體 言下之意就是你5直行如果轉到了 但是沒有打到本體的話 它也不會打開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害怕自己不小心只有轉到單體的話 你可以在左上角先打左邊再打右邊喔 這也是一個方法 那接著下來我們就是轉珠了 這邊就是依序轉到水光火暗幕喔 好 啊這樣子你看到核心 啊不是啊 你看到那個加護被消掉沒關係 我們有打到那個本體就好了 好 那這邊就會直接進到第二個階段 鎖技的這個階段 這個是核心露出的狀態 你只要隨便開一個解鎖 然後把你該開的技能開下去 這邊是可以直接一波爆發帶走的 你只要在核心露出的狀態下把它打掉 你就直接通關勝利了 那要怎麼把核心露出的狀態打掉就是你只能 首肖小於等於兩組屬性符石 這個昨天在講關卡資訊的時候 已經有跟大家提到過了 我們舉例來說好了 你要嘛就是轉兩康的光 要嘛就是三康變成光光星 要不然就是四康變成光星星星 也是可以 總之只要是屬性就不能超過兩組 星珠的話可以隨意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造成傷害 好 啊如果你沒有帶走的話 他就是再回到第一階段這樣子 好啦 那以上就大概是解答一下大家心中的疑惑 如果你真的還是聽不懂的話下方留言告訴我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